我是Sunny 我來教數學 今天要教 xy軸的平面方程式 s平方 減1 這裡 y等於s平方減1 那s如果比1大 那s平方減1是正的 所以它會是 在y的上面 那如果s比負1小呢 那s平方減1也是正的 所以它也是在y軸上面 那如果說它介於負1 跟1之間呢 那它是負的 所以我們看出來它是一個 拋物線 在圖上面 那今天就教到這裡啦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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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